千万不要轻易自选吉他 不然你会走很多的弯路 如果你也有一把木吉他 一定要先做这件事 只要你可以看懂这个规律 就可以轻松玩转12个大调的纸板音阶 从此彻底告别死记硬背 首先我们找到五弦三品的这个豆 我们需要在四个品格之内 串联出一串斗软米发搜拉西的自然音阶 它是这样串联的 斗软米发搜拉西豆 再来看这个位置 接下来是高音的斗米拉 第一组音 第二组米发搜 第三组拉西豆 再来看这组 怎么样老铁 发现这个规律了吗 我们把斗米拉这三个音 给它分配到三根琴弦上 通过斗推出re 通过米推出发和搜 通过拉推出西和高音的斗 然后到了高音斗这 继续找斗米拉这三个音 给它分配到三根琴弦上 斗瑞米发搜拉西豆 这样就串联出了两个八度的 纸板音阶 六弦八品这个斗也是同样的道理 斗瑞米发搜拉西豆 并且每逢都在五弦 还有都在六弦上 斗米拉形成的相对关系 也是长得一样的 紧接着用高音斗 再串联出一串 斗瑞米发搜拉西豆的自然音阶 我们通过这四组音 轻松的就把吉他 纸板上90%以上的音阶 都给它串联起来 其实在二弦一品这 也是可以找到斗米拉 这三个音的 只不过吉他只有六根琴弦 如果这有第七根 这个音一定是拉 这二星团的斗米拉的相对关系 一定跟这两个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斗瑞米发搜 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米和拉 如果我们虚拟的认为 在这还有一个音 低音斗的话 那么斗米拉的相对关系 跟这个还是长得一样的 没错 我们通过斗米拉这三个音 就可以把整个 纸板上的所有音阶 都给它串联在一起 并且这个方法 12个大调是通吃的 后面这句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听 不管什么调 只要都在五弦还有六弦上 斗米拉的相对关系 永远都长成这个样子 你可以理解为 这个形成的图案是一个拐 只要是都落在四弦上 斗米拉的关系 永远都长成一个三角形 只要是都落在三弦上 斗米拉的关系 永远都是一条直线的 关于斗米拉这四组音 如何去安排执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前两节课 有详细的讲解 OK 视频内容分享到这里 我认为此更新掌声 老铁们帮我点一个 免费的小红心 如果你也在学习吉他 不要忘了关注 让我用科学且正确的方法 带你们一起学吉他 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咱们明天见